嗨 大家好 现在我刚起床 然后准备做一个 从护肤从洗脸开始的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我脸上刚才被我挠了 然后就变成这样 那我们现在 那现在我就先来洗脸 洗脸用的是这两个 先戴个那个 先戴一下隐形眼镜 要不然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我今天只出去一会儿会儿 所以我不想浪费我的日抛了 先戴一下 好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擦护肤品 我这次带的护肤品都比较少 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全能一点的产品 我用的水是这个海岸之谜的精粹水 这个已经用了有一半 但是它还是蛮耐用的 再稍微按摩一下脸部 因为早晨前有一些水肿 涂一个眼霜 眼霜是这个蓝蔻的叫什么 就是这个金色的系列我忘记了 然后再用一个这个焦韵式双垂金环来当一个 乳液 然后我是一般早晨会用两泵 晚上的话会用三泵 我自己是中性皮 然后我也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呢 用这种产品来做妆钱的话 其实问题不大 如果你要是皮肤比较偏油一点的话 就不太能用这种 因为可能会让你的底妆很容易脱妆吧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见到我男朋友了 开心 我们差不多是两个多月没有见 眼保健康 这边的痘印真的就是消不下去了 年纪大了 痘印淡起来都很慢 防晒呢 我还是用的这个Ultra Thumb的50倍 这个我有点带错了 因为现在其实用不到50倍这么强的防晒 但是我还是会挤比较多 哦对 这个应该就是大家看到的第一个我取了牙套的视频 其实我的那个牙齿还没有说整的非常好 我就取掉了 因为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弄的满 但我现在毕业了也不可能经常回这里了 所以我就想说取掉 等之后 等之后 如果还需要带牙套的话 就在我 我 就在我那个已经定下来的城市 再去带领新牙套 我带牙套的话 带了差不多有三年了 真的就是很久 防晒就好了 等它那个沉膜 如果平常是想要自然的妆感 你就可以直接用化妆刷 要占取粉饼或者是蜜粉类的产品 扫一层 就是一个比较清透 然后简单的底妆了 是这个Grace Baby他们家的海绵蛋 这个很好用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去买它 反正我觉得是真的可以试一下 今天的话想说 可以顺便给大家比较仔细的讲解一下 我画底妆的方法 我觉得我自己画底妆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但是每次的 像是化妆视频啊 都 都是那种 就是一句带过的那种 可能大家也没有说 非常注意到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 画底妆了 第一步的话 依旧是来遮黑眼圈和 涂粉底液 遮黑眼圈呢 一般是推荐 用比较偏橘色的颜色 或者是比你的肤色深一点的颜色来遮 嗯 我就会直接点在这个 黑眼圈的位置 这样子 就直接来上粉底液 就是这个 逆龄女神 我一般是挤三蹦 但是 其实我是用不完的 我只不过是 嗯 习惯挤三蹦 在手上 先这样把它推开 推到比较 它比较轻薄的 一个质地 你看我只推开了它的一小部分 嗯 在手上成这样了之后 就直接点在脸上 嗯 我基本上是会点在 嗯 脸颊的周围 还有额头 鼻子的下巴的地方 因为脸颊的中间部分呢 嗯 一会儿还会上一层遮瑕 所以我就不想让它太厚重 在点粉底液的时候 要尽量用手指 把粉底液大致地拍开 这样子的话 你的那个 嗯 海绵蛋才不会 稍微吸走过多的粉底液 就 稍微拍的比较均匀一些的 样子 看到了吗 就差不多是这样 下一步呢 就是在那个 粉底液还没有被推开的情况下 来喷一个定妆喷目 就是 这个 是我一直都在用的 Urban Decay All Nighters 这一步呢 是让底妆看起来更水润更持久 等定妆喷雾稍微干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粉底也拍开 现在的话你们可以看到我脸上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和这里还有一些小瑕疵 这些下次呢我会直接用遮瑕膏来把它遮掉 因为我就不会再去重新的叠加粉底 也这样会比较厚重 然后趋日性的少量的使用遮瑕膏呢 会让你的妆感比较自然比较淡一些 我用的遮瑕膏还是这个CLEO的Q Cover 遮瑕膏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用的 它的质地呢就是比较厚重的一个遮瑕膏的质地 但是质 但是又是比较滋润的 你们看 它在手上其实是一个比较光泽的那种 颜色的话是 它的颜色是比较白一点的 就是比较适合上完粉底液之后来遮 不然的话在你的粉底液之前遮的话 它的颜色就太浅了 我会直接拿这种小头的遮瑕刷 点在你的瑕疵部位 就这样子 量非常非常的少 不然的话你的妆感 就会看起来比较重 所以一定要画的少一点 像这样 之后呢直接就用手把它拍开 好了 基本上我脸上的瑕疵都遮完了 现在还是会用 接下来呢会用另一个遮瑕膏来提亮一下 眼下和脸颊的区域 我用遮瑕膏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因为这样子呢才会让你的底妆比较无瑕 然后清透 这样子 这个颜色是比我本身的肤色浅非常多的 就很少量的点就好了 要不然的话会很厚重 因为刚才眼下的位置有用过橘色的遮瑕膏嘛 所以现在用一个浅色可以起到提亮的作用 而且刚才的粉底液在这一块上的量非常少 所以不会让你的妆看起来很厚重 有些人会觉得说你上了这么多层遮瑕 会不会底妆看起来特别不自然特别厚重 但其实不会 只要你控制好每一个产品的用量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还是可以看到皮肤的纹理 但是完全不会给人一种很厚重很假面的感觉 下面我们就直接来用那个定妆 我还是用这个Cat Bondi的Lockit Powder 用一只这种火苗刷 因为这个刷子比较小 比较方便携带 先定一下眼下 就这样 这个火苗刷的形状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取粉面积非常广 它可以从这里取粉取到这里 所以整个面它都是可以取到粉的 这样子滚着来上那个蜜粉呢 就一点都不会破坏你的底妆了 但是如果你的刷子比较大一点 会更好 这个有点太小了 我们要用这个包装子 这个包装的有点 是很容易的 但是还是很容易的 这个包装子 所以有点灯的 那是我 鼻影刷来了之后呢 就把这里的这个红色的地方遮掉 现在遮是因为它不会 现在遮是因为这样就不会被修容粉推掉 虽然其他的步骤我画得不是说特别好 但是底妆我真的就是有用心的去画 看一下眉毛 眉毛用的还是这个Excel的三头眉笔 色号是PD01 这个眉笔已经打败了Bobby Brown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我现在出门玩都带它 先拿着这边的这个眉书 把那个眉毛的毛流整理一下 画眉呢我一般是先在眉毛的底下画一笔 然后就可以填充眉毛的中心了 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挺简单的 但是画眉呢反正是一个比较熟人生巧的事情吧 所以你们就可以多练 多练的话就可以知道自己比较适合什么样的眉型 眉毛就这样子 其余的步骤呢都是跟我以前画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眼影盘 稍微的 来给眼皮上的色 眼影每次基本上画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好 来加一个睫毛吧 好了 修容完成了之后呢 可以来画那个眼线了 眼线我这一次带了两支 就是一支这个Can't Run D的Tessue Liner 一支是这个橘朵上加的这个棕色 今天可以用一下这个橘朵 我上一次 前天用的也是这一支 然后呢 然后来画一下腮红吧 这次腮红带的就是这个NARS的MADLY 我反正除了NARS就是Chanel的那个 因为我其他的化妆品全部都还没有收到 最后呢来画一个高光口红 反正就先不急 出门的时候再涂就行 高光我带的是这个Colourpop的Lunch Money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很便携嘛 不用带刷子去上它什么的 直接用美妆蛋就可以上 好嘞 我已经说了 我已经说了 我已经收拾好了 我有点太磨蹭了 现在已经超级晚了 我要赶紧去收拾一下行李 然后今天要换一个住的地方 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衣服 然后 我现在真的太慢 我要赶紧去把我的行李箱收拾一下 今天要换一个住的地方 那我们就先这样吧 然后之后再跟你们录吧 拜拜 今天就是我在重庆待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呢 我一会儿就要去机场去上美国 在重庆呢 这一个星期我都没有录视频 因为我们就是完全 我就是完全不记得 我就是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不知道到时候我可能可以弄出一支视频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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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